新浪娱乐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范城城 有 其实 其实我感觉我像是 朱玉轩加上小渠 渠泽林再加上 再加上 那天说的是玉成 感觉像三个人的结合体 你想结合结合就这三 就是有一点 易轩的那种真实吧 感觉这一点有点像 然后呢 跟 泽林比较像的就是那种 憨 就比较 比较憨 而且泽林比较有眼力见 可能有点 能够看得 看得明白 对 比较吧 也不能这么夸子 就是比较 然后可能玉成就是比较 怎么说 有点领导力 也 不是这么夸自己有点不太好 对就可能有一点吧 就是感觉他其实就是一直不说话 但是其实他做事情还是蛮认真的 就是他做事的那个态度和他做事的那个 他可能方法有时候选错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业务能力也很好 然后你会发现他就是给人的印象也很好 所以你刚才也说 对于人类计划 你觉得你匹配对象跟你避易了是吗 反正他就说了一句 什么什么前面就是 他的前面说了一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反正说一句 反正我对男团也不感兴趣 然后我就说白屁你那么久了 所以当下一下子是有点伤心了 有点伤心了 对 那所以你目标是谁啊 敬业 敬业 嗯 还有定辉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 我肯定要找好下家我才才才才感动 你是个未与筹谋的人 对我必须要有一个就是目标才才才会去行动的人 要不然我怕就是太就是太这么背水一战以后 就是就很容易我我感觉我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丧失斗志 就那种感觉 就螺丝网友在家待着 对就螺丝网友发现哎呀其实在家待着也挺好 我觉得就别抱着一颗想火的心去就是去学习吧 然后呢就是抱着一颗去学习去感受就是节目的真正 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要是你一直就是说哎呀我就去一轮游去展个人气这种 就是说很不知道 就还是说要去就为了自己多努力学习 学习到更多经验之下是最大的目的 肯定是有 尤其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出道的时候那个心态也不是特别好 就对啊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浮躁吧就是刚出道的时候 然后然后其实慢慢慢慢慢慢你越呆的越久 学习到越多东西其实越应该把心沉下来就去学更多 你会发现你自己拥有的这些本事其实永远不够对 所以还是得静下心来 我也只是比较热搜的时候会看一看 对一般一般的时候会尽量少关注 太多竞争对手了 看着心心烦 哈哈哈哈 你这边毕业的时候 你不说可能自己会参加什么偶变什么十几届什么的时候 你们在 对啊那我们都老了 那我们就应该去当那个什么老艺术家团队 前几天吧就不有一个舞台吗 就是几亿小会跟这样这种 他们三个有个合作舞台 大家就会说爷亲回 因为他们就做了你当时那个手势 我不知道其实你有没有期待说有这个机会 大家可以再有这样一个舞台给大家 那肯定再好不过了 就是确实就是没办法 大家的行程都还蛮 蛮紧张的 但是一定要要有这个机会的话 肯定一定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想说到新浪娱乐的这个offer好不好 我也我也想当一个 我想能当一个 嗯 也不是记记者 我 我也不是 我 你们很辛苦了 我也 我也想当老板 我也想跟新浪的老板们 不是 就是在一起工作 我也想当 我想当 想当 想当一个能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职位是专门掌管热搜的那种 就去掌管热搜 我想给谁就给谁那种 当我们老板的话 我刚才听到你寻访说 你希望招收你员工都那种要钱少到活多的 那你会压我薪资啊 也不会也不会 如果你有能力的员工肯定还是 刚才我我下台以后我就有点反悔 我说这么说是不是有点 会不会影响打工人的事情 我说 这样不太好 我说 那还是我错了 那就还是高薪聘气 那种能力越强的人 比如说啊 如果你当老板 你会给我开出怎么样的福利 我回去也可以跟我的同事宣传宣传 怎么样 你这要是要谋反吗 让我 有信任的老板们 我没有啊 那个 呃 某什么福利啊 就是 多点假期呗 对吧 这可能就是打工人最最大的期盼 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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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年终奖也多给他 多给他 其实 嗯 其实多多少少 因为每天都在听 然后每天 因为经纪人每天都在 谈谈事情嘛 然后可能小时候也 就是受到家庭的熏陶 他们有可能 因为我跟呃 听众姐很很小就认识了 然后也是看着我长大的那种 小时候他们就老了 老在聊天啊这种 可能就受到一定的家庭熏陶吧 可能也就多多少少懂一点 确实学到了不少 天真姐以前没想过 签你吗 因为程度也是有可塑的 不知道天真姐 可能天真姐有过想法吧 你自己揣测他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对老Q我肯定是因为想签我 哈哈哈哈 天哪不太敢说了 天哪不太敢说了 再说下去有点 有点说的有点大了 嗯 掌管乐华第一件事情 天真姐在的话呢 天真姐在的话呢 就跟一心和平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对啊 然后再 再跟那个 丹妮姐再聊一聊 就一起了 大家就一起 一起搞一个公司 我们就一体化作了 你跟乐华的继承人 小伙现在关系怎么样 嗯 怎么说呢 估计是 也不是不共戴天的那种感觉吧 就是 反正他小时候就是那种 就有一个趣事 就是 呃 他小时候啊 他小时候 你知道杜华姐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且是一个很严厉的妈妈 然后他就把小伙送到什么少林寺也好 什么又让他去变形记 背猪 那个 对 然后就很多 小果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 但是有一年是我还在当练习生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老师嘛 但是那时候杜华姐就是可能三四个月来一次这种概率 然后 然后他就暑期的时候 放暑假 然后呢小果就来 来海外 然后呢跟我们一起训练 他跟你一起 对因为 对然后跟我们一起训练 然后呢当时我们就是 就是训练之外的 可余的任务 就是帮助他在一个月以内 减十斤 就是 就减减肥 因为小果 有点壮 有点壮 然后杜华就给我们下了这个死命令 然后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就是 就是如果完成了会有奖励的 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的完成这项任务 但是到最后一个月以后啊 就是跟这些哥 他就跟这些哥哥们混熟了 但是 但是我们也很严厉的很严厉 像岩石一样的 就是老训他 给他训怕 然后呢就 每次就是都妈管不了他的时候 就给我打电话 对 你是最严的那个哥哥吗 我是最严的那个哥哥 我是最凶且最严厉的那个哥哥 他看着我都是害怕那种 他 你知道到公司年会的时候 有时候他都 我们俩都不能出现 他都不敢跟我见面 就因为太害怕我了 哇好激动那天 那天其实是我们在大连排 然后大连排完了以后呢 导演说 那个 Eason哥想跟你见一面 我说啊 我就很受宠若惊 我就说行 那我 那时候我们还集体在拍照 然后我说行 那我跟兄弟们说 我去见Eason哥一面 我马上回来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就进去见到Eason哥以后 Eason哥又很客气 然后跟我握手 然后我说Eason哥可以给你拍照吗 Eason哥说可以 然后Eason哥就跟我聊天 问我多大 然后就一起拍张照片 所以还是一个挺圆满的 一个追星的故事 我连拍了六七张的 但那张是 我们俩都确认过最好看的了 所以你就当那张 是唯一的一张好不好 那就肯定是 等疫情好一点 还是大家注意这个防护 戴摇口罩 然后一定如果在明年六月份 如果要是情况很不错的话 应该会考虑开一个生日会 对这样子 放在因为那毕竟也是 就我们乐华自己家厂子 所以就把那放厂子里了 对并没有带 并没带到放休息室里了 像青春环游记里面 有很多的睡衣 其实 因为我其实平常不会 买那么可爱的睡衣 然后全都是 就是 这些一桶小姐姐们 就给我们买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 然后我们把每一套都 基本上都带回去了 就是什么 可可爱爱的呀 那些都需要带回去了 所以在家真的有 还会穿那些可可爱爱的 哦 那个皮卡丘我到现在都在穿 新鲜的应援物和应援方式 还是老规矩就是灯牌 然后 对 还是 暂时还没有看到新颖的 可以大家发明一下 创新一下 创新一下 就是确实是这样的 我决定要收一点版权费 太多图了 或者以后你们可以不可以 比如说把我把我那个头像 放到那个头像 然后帮我标注一下 这也是我的其中一个作品之一 你可以帮我标注一下 来自于哪个综艺里面 反正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说完了 新浪的老板们不能生气吧 新浪新入职老板 然后头像是我的 然后或者再有什么新浪 发一些新的这些 什么新浪娱乐的头像 换人了 然后那些什么是我的 然后 这个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然后 然后反正成什么 入职新浪娱乐 对是这种 节目组就给我们每人发一个 就是答案一支书 没有什么 现在所以想知道了问题 就发个问 然后这样随机发个答案 看看答案是你所想的 那我就想知道 就随便问问题是吧 对 我什么时候能入职新浪娱乐 好那我想想啊 我知道了 嗯 今年月华年会的话 我能不能获得最大的奖品 这个可以吧 想清楚你重视的是什么 想清楚你重视的是什么 我想清楚了 还是入职新浪娱乐吧 哈哈哈哈